哈囉大家好,我是翁翁胖 這邊我們要來開箱的是 雷蛇跟寶可夢聯名的一款遊戲鍵盤 這款鍵盤它其實沒有在台灣販售 它是在中國地區推出的款式 那我有一個朋友剛好就很喜歡皮卡丘 所以他看到的這個就馬上給他買下來了 那同時期推出的其實還有滑鼠跟滑鼠墊的部分 不過這邊它就只有買鍵盤而已 那我們就來簡單開箱一下吧 這款鍵盤它基本上是從雷蛇的 Onata這一款雨靈狼珠鍵盤把它改過來的 基本上它的規格還有它的外型都是相同的 不過要注意的是它只有單色背光 那如果是一般你在台灣的網購上面看到的Chroma版本的話 它是RGB背光的 這一點稍微不一樣 首先看到包裝的部分就可以看到這邊有皮卡丘 還有這些閃電的一個元素 包裝上面也是黃黑配色 基本上也就是皮卡丘的一個代表色 正面這邊可以看到產品的外型 這塊也一樣有做一個開孔可以去試壓它的按鍵 側面這邊可以看到聯名的商標 轉到盒裝背面就可以看到這款產品的一個特色 包括它有一個所謂的輕機械按鍵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再講 然後還有很多這種標誌性的精靈球跟皮卡丘的圖案 這就是外觀上的特色 還有中等高度的鍵帽 也就是說它的按鍵的形成會有一點高度出來 讓你打的時候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另外這一款它也有一個磁性的晚托的設計 那這部分就可以看到前面提過的 就是它另外可以選購皮卡丘的滑鼠跟滑鼠墊 那接著我們就來把它開箱吧 盒裝內容物包括鍵盤的本體 它的磁吸式的晚托 然後這個是說明書 另外還有一張是這個類似感謝卡的一個小卡 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內容啦 就是在講寶可夢的一個歷史還有它這個系列 等於說它們聯名的一個紀念的小卡 來看一下鍵盤的本體 整個它的配色就是黃黑配色 按鍵區的部分一律採用黑色的設計 然後搭配這個黃色的外殼 殼的部分它本身是做消光的設計 只有在轉角的地方它有做一點亮面的拋光 內層可以看到是白色的 轉到底部的話底板是黑色的塑膠材質 鍵盤角的部分可以立起來 不過只有一個段落 線的部分是整合式的設計 沒有辦法拆下來 背部這邊也可以看到整線槽 所以使用者可以依照它的需求 去決定它的線要擺哪個方向 整把鍵盤其實從正面看不到雷蛇的LOGO 只有在前面的部分有用雕刻的方式 做一個很低調的雷蛇字樣在這邊 鍵帽的設計是這款鍵盤的一大特色 首先是在ESC的部分 可以看到它是一個彩色的寶貝球設計 另外就是在方向鍵的位置 也可以看到皮卡丘的尾巴圖案 剛剛前面有提到這款鍵盤 它是單色背光的設計 那因為這一款它是比較特殊的 皮卡丘限定版的一個背光鍵盤 所以我們把它插上電之後 可以看到它的背光居然是黃色的 就是跟一般的鍵盤其實非常的不一樣 看起來就很有皮卡丘那種黃色 然後帶電的那種感覺 尤其是如果我把燈都關掉的話 就可以看到整把鍵盤它就會微微的發光 看起來其實還滿有魔性的 這把鍵盤它也有搭配一個專用的手托的設計 可以看到正面有印了八隻皮卡丘 每一隻的造型都不一樣 然後還有很多寶貝球的圖案 中間也是一個寶貝球 在結構上它是磁吸式的設計 所以只要靠過去它就會自動的吸附 整體來說這個靠起來的感覺我也覺得滿舒適的 那它的表面用的是皮革的質感 讓你在長時間打字玩遊戲的話手不會那麼的酸 這款鍵盤它雖然是一把遊戲鍵盤 但是它並不是機械鍵盤 一開始看到盒裝上面寫清機械按鍵我還疑惑了一下 後來看到台灣版的翻譯就比較清楚了 它叫做機械式薄膜按鍵軸 簡單來說就是它透過一些結構的設計 所以你在按的時候 它會有像機械鍵盤輕軸那種咔哒咔的聲音 還有段落感 但是它內部的觸發機構是跟薄膜鍵盤一樣的 這個我們直接把按鍵拔開來就看得很清楚了 可以看到它的鍵帽底下是一個套筒 然後底部就是薄膜的部分 那因為有了外圈的那個套筒 所以它在按的時候才會有那個咔哒咔哒的聲音 另外它在整個作動上面 也會比起大部分比較便宜的薄膜鍵盤 它的一個手感會更好一些 整體的穩定性更高 在整個回彈的手感上面 我覺得這把鍵盤也比普通的薄膜鍵盤好很多 它給人的感覺是更緊湊的 回彈的力量也比較大一點 那至於這個機械式薄膜按鍵軸 它的打字的聲音是怎樣呢 我們這邊就實際打一段給大家聽 其它的規格方面這邊就不多講 基本上就跟剛剛提過的那款Onata差不多 有興趣的話可以直接去參考一下 在它的同步軟體Synapse裡面 也可以看到它的產品名稱 是這個皮卡丘特別版的一個名稱 但是點進去裡面其實跟一般的這個產品 就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那以上就是這一款雷蛇跟寶可夢聯名的 皮卡丘限定款鍵盤的開箱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喜歡的話歡迎幫忙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肉胖胖胖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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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